2021年6月11日,欢乐颂三官宣金超加入 另外三位男演员分别是斗骁、王安宇、张浩为 就这个阵容来说呢,斗骁算是其中最有知名度的了 一出道起点就很高,和周东宇搭档出演张艺谋的《山楂树之恋》 名副其实的《谋男郎》,王安宇和张浩为名气较小 对于金超想必许多观众对他既熟悉又陌生 在荧幕上或多或少都看过他的一些影视作品 金超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的表演系,和杨幂是同班同学 还在大学期间的他就跟彼时赤手可热的小聪家 共同出演电视剧《跟我前期谈恋爱》 由于是他第一次在镜头前演戏,没有什么经验 表演得过于浮夸,因此被不少观众诟病 之后金超便暗自下定决心提升演技 在剧组各种跑龙套,经历了长达四年的第五期 好在他的努力是有回报的 在解密中扮演身心战士赵七荣 凭借俊朗的外表和不足的演技深受大众所喜爱 在《如意传》中,饰演御前侍卫林云彻 为保护如意忍辱负重从容赴死 金超将这个角色演绎得十分到位 能够很自然地将观众们的情绪带入进去 让人直呼心疼 他也凭借该角色活了起来 先后出演了《白发》、《温暖的闲》、《烟云台》等电视剧 金超演艺事业的成功除了他自身努力外 也离不开他的妻子的鼓励与支持 他的妻子是小李玲 也是许多90后小伙伴的童年女神 他在《上挫花轿架对狼》中 饰演温柔知书达理的杜冰宴 扮相十分惊艳 与皇宜一起成双女主 一进一动,一文一武 两人的故事线截然不同 且剧情紧凑不拖沓 观众看得十分带劲 金超与小李玲在拍摄《漂亮主妇》时相识 那时为了追求小李玲 金超就买了一个大锅 借着给全剧组人做饭为由默默照顾他 不过彼时的小李玲却心疼顾虑 除了比金超大六岁之外 他之前还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小李玲的前夫是上海戏剧院表演系的老师 也是他的学长 两人还有一个女儿 但金超并不在意 依然对他关怀备至 有一次小李玲的妈妈生病住院了 他又因为拍戏走不开 金超知道后直接推了一部戏 主动去医院照顾他妈妈 等他忙完手上的工作 赶去医院看望妈妈时 所有人都以为他是儿媳妇 金超是儿子 经过这件事以后 两人便慢慢走到一起 并于2014年结婚 一开始两人在一起 是很多人不看好他们 那时金超的名气远不如小李玲 闲言碎语不少 说他吃软饭 事实上他们刚结婚的时候 都没有多少钱 买房子付完首付后 基本就没钱了 金超没戏拍的那两年 一度想放弃做演员 转行去制片公司当助理 至少每月可以赚4000块钱 补贴家用 但小李玲一直鼓励他不要放弃 做他喜欢做的事 为了渡过难关 他就把家里的首饰 之前的东西都变卖了 对此金超十分感动 安安发誓等以后自己有钱了 一定要给老婆一样一样买回来 后来金超的时也有所起色 一年接派了好几部戏 成为家里的顶梁柱 金超还与小李玲的大女儿 相处得十分融洽 经常耐心地开导他 父女俩曾经打过九多小时电话 可见关系有多好 2017年 小李玲为金超 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一家四口其乐融融 金超与小李玲结婚七年了 依然如热恋一般 走到哪都牵着手 连晚上睡觉也是手拉着手 有朋友问过我们说 你们去哪里都牵手吗 我对 我们去哪里都牵手 其实我们现在晚上睡觉也是拉着手 也是牵着手睡觉 很奇怪吧 怪屁 关注老义父 带你看娱乐圈明星亲戚的那些事